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一家书的灵修 已经进入最后一章 第七章了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要分成两次 一起来思考 今天我们的范围是第七章的 第一到第十节 第一节开始啊 我们一听经文就知道 这是一首哀歌 让我们来读第一到第四节 哀哉 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 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 没有一挂可吃的 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 地上虔诚人灭尽 世间没有正职人 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 都用网罗猎取弟兄 他们双手作恶 君王寻情面 审判官要贿赂 为分大的吐出恶意 都彼此结怜行恶 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 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 你守望者说 降伐的日子已经来到 他们必扰乱不安 对吧 听完了经文 我们就能了解了 这的确是一首哀歌 那么哀歌常常写作的方式呢 是用很多比喻的比法的 弥迦也不例外 先知说 爱在我像那个 收过葡萄之后的葡萄树 收过葡萄之后的葡萄树 那就是空的树啦 意思就是 我一无所有了 当然 这里所谓的我 不一定是先知本人 这个我可以代表着 当时的百姓的状态 这是一首哀歌 百姓在前面这么多集 所描述的 不行公义 不遵守上帝的律法的 这一种的行为之中 上一集不是讲到 上帝的审判吗 有刀兵 有刀剑 然后收成也不好 所以这个哀歌是 援系着上面 这一集的思想而来的 哀哉哀哉 原来百姓真正的生活 竟然如此悲惨 不只是收成减少 更是虔诚人已经没有了 那么到了第五到第六节呢 更讲到当时家庭的解体 家人与家人之间 竟然彼此成为敌人 你看看这样的社会 难道不悲哀吗 于是在这个哀歌唱完之后 第七到第十节就成为 先知弥迦宣告的一个对比了 让我们来看第七到第十节的经文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只等他为我变区 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那时我的仇敌 就是曾对我说 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 他一看见这事 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他遭报 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七到十节的对比 讲到什么呢 至于我 圣经出现这样的字啊 意思就是 当我回想我自己的时候 再一次说 这个我不一定是先知一个人 其实也可以代表着 那一群忠信的渔民 记得吗 圣余的渔哦 不是愚蠢的渔 圣余的少数的 跟随主耶和华的那一群百姓 至于我 这一群百姓 我们的心仍然坚定的 跟随主耶和华 于是主耶和华要应允我 我 这可以是一个群体 于是在这个 主的应允之下 我继续看见主的光 看见他的引导 虽然有仇敌 不过我永远没有上师盼望 这个对比和前面哀歌的内容 真的是天壤之别 对吗 在一个现实悲惨的社会中 先知带领这些忠信的渔民 可以继续等候 仰望和跟随 环境可以非常恶劣 不过人的信仰 也可以在最恶劣的时候 发挥信仰的光明 信仰的盼望 信仰带来的紧密跟随的力量 当然当一个人愿意归回神 神光照他 他就能得从耶和华而来的力量 先知弥迦自己经历了 他也愿意这一群剩余的忠心的百姓 一起经历 这是弥迦书可贵的地方 那么第七章应该是一个总结了 在最后总结之前 弥迦用这个对比 让百姓再一次去体会 跟随上帝和背离上帝的差别 用哀歌和一个觉智作为一个对比 求主恩代 让我们读这段经文 好像回到弥迦当时的不公义的社会 但是在一片黑暗之中 看到微微的光明 那就是主耶和华所呼召的 一群微小的但是却忠心的百姓 包括弥迦先知 他们在黑暗之中发出上帝之光 而这个上帝的光明 正是照着一片黑暗 给这一片黑暗的百姓 一个永恒的盼望 愿主带领 你我也是做炎做光的人 在一片黑暗之中 也给这个黑暗的世代 一点从主而来的光明 愿主使用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